特斯拉的无人出租车要破产了 这两天摩根大通的一位分析师打脸马斯克了 他说特斯拉无人出租车几年内估计都不会烂产 短期内想要盈利很难 对于马斯克来说这个预测非常要命 因为无人出租车项目可是特斯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连这根稻草都沉没了 那么特斯拉就危险了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早在2023年时特斯拉就命令过一次绝境 当时特斯拉在销量上也被比亚迪摁着打 自家的4680电池 自动驾驶 人价车型等也遇到了困难 可以说内忧外患 而且还都是挺严重的那种 4680电池本来说好的2021年要量产 结果产能跟便秘一样 一次只能产出来一点 产能拉胯的根本没办法降本增效 只能被迫继续用宁德时代和松下的电池 自动驾驶就更惨了 马斯克都预测好几次面试时间了 结果自动驾驶团队实在不给力 一直啪啪打马斯克的脸 如今核心团队都换了好几波了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连影子都没有 除了这些 特斯拉在无人出租车 皮卡 低价车等产品上都遇到了麻烦 因为各种技术太过拉跨 美国分析师们都觉得特斯拉被高估了 直接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刷刷刷地往下掉 2022年时 特斯拉每股还能值300多美元 仅仅一年时间就掉了三分之二 只差一点就要破100美元 这下特斯拉的大股东们急了 原本以为特斯拉是燃油车的变革者 有可能取代丰田坐上汽车行业的龙头宝座 因此 重仓压住特斯拉 拨一个未来 现在倒好 特斯拉不但没有取代丰田 还被中国车企们给追上了 如果再拉跨一点 那么他们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于是古东们联合起来 要求马斯克给个说法 马斯克也很头疼啊 特斯拉花了那么多钱 难道不想把这些技术给搞出来吗 还不是因为搞不定吗 但是这些话他可不能对着古东们说 于是马斯克想到了一个骚操作 他公开说 你们搞错了 特斯拉不是一个汽车公司 而是一家机器人和AI公司 不得不说 马斯克真是个鬼才 只要特斯拉不是汽车公司 那么什么丰田比亚迪的销量再好 和我AI公司又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很魔幻 但是美国股票也很魔幻 玩的就是个概念和忽悠 秉化的越大 资本就越喜欢 总之在马斯克的一通操作之下 特斯拉的股价果然重新飙升了一小节 当时很多马斯克的粉丝都高兴坏了 纷纷夸赞马斯克的魅力大 一句话拯救了一家公司 然而他们还没高兴多久 特斯拉的股价再次暴跌 特斯拉是一家AI公司 有些人相信了 但牛车出去了 你总得拿出实际的产品吧 结果矛盾没有 特斯拉自动驾驶依然没啥成果 反而隔壁的华为把这价搞得有声有色 两者对比一下 再次显得特斯拉有点拉垮 当然 如果只有这样 特斯拉的股价还不至于暴跌 更大的原因是 特斯拉廉价车型项目也黄了 要知道则在几年前 特斯拉就规划做一款2万美元以下的电动车 然后用低价车型横扫全球市场 特斯拉的一体化压筑 4680电池等等技术 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这个计划被中国车企们给打乱了 比亚迪 奇瑞 问界等汽车突然崛起 不仅销量增长得非常猛 而且价格越来越低 以前都是特斯拉主动降价打起价格战 但是现在 中国车企们转手围攻 也开始玩起价格战 特斯拉根本招架不住 利润和市场份额降得很快 就拿2024年第一季度来说 他们的营收竟然出现了下滑 而且还次性下降了9% 人家比亚迪和华业的销量猛涨 特斯拉销量猛将 你说股民们能开心吗 这还没完 此时又传出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特斯拉低价车型项目可能也黄了 这下市场彻底炸开了 别人家都降价了 还把特斯拉差点打趴下了 你倒好 不想着反击 还把唯一的竞争项目给取消了 于是特斯拉的股价又是刷一下的 给降到了谷底 然后马斯克的骚操作又来了 他先是教育了一下华尔街 然后做出重大承诺 说特斯拉没有取消低价车型 无人出租车项目 预计今年或者明年就可以完成 无人出租车 同样是特斯拉的一个重大规划 一旦它真的能实现 毫无疑问 颠覆了现在庞大的出租车市场 因此这个爆料相当猛 特斯拉的股价 一夜之间暴涨了13% 马斯克再次力挽困狂澜 第二次用一句话拯救了特斯拉 可以说 无人出租车就是特斯拉为数不多的底牌 如果这次再失败 那么马斯克的微信将直接要斩 就像狼来了一样 汗多了 当真的有狼来了 别人也不信了 因此 无人出租车项目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 如今连这根稻草也出现了问题 可见特斯拉真的遇到了巨大的麻烦